生出健康宝宝呢 答案是肯定的 在彰化就有一对夫妻 他们第一个孩子 罹患了遗传性疾病白化症 尽管他们还是非常的疼爱小孩 但是就担心第二个孩子也罹患白化症 后来医师透过基因筛选 以双效试管婴儿的方式 经过了28道程序检查 终于让他们如愿生出了健康宝宝 小女孩似乎很怕生 一时一抱就哇哇大哭 白色的头发 睫毛 眉毛 连眼底也是白色的 孩子刚出生时 父母简直无法接受 夫妻俩都跟正常人一样 怎么会生出一个白化症的孩子 一切在他们家里 引起非常大的冲击 他回外婆家 那外婆的那个是小村庄 小孩子围着他说 你爸爸是不是阿兔和阿比高人 他没在生他 白头上白头忙 那所以他们承受非常大压力 就怕第二个孩子跟姐姐一样 受到歧视 夫妻俩决定要生个健康的孩子 但检查发现 父母两人都是白化症隐性代言者 一是透过基因检查 经过28道的程序 利用双效配胎快筛技术 终于让他们如愿生出了一个健康宝宝 基因就想你带了一本书 你要从这本书面哪个字写错 你要把它找出来 或是哪一页不见 那你找到之后 你再根据这个点呢 你到时候再做配胎筛选 一时表示 白化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因为无法长时间曝露在阳光底下 因此又被称为月亮的孩子 因为他皮肤很白 所以他跟白种人一样 他可能得皮肤的病变的机会会高一点 他视力可能比较弱 白化症在肚子里面 他穿过是完全正常 我们每个人基因大概都有 三万个里面大概五六百个 都是不正常的 白化变黑发不再是梦想 在医疗团队的努力下 夫妻俩在去年底喜获林儿 不仅婆媳关系改善 也让这个家庭气氛顿时 从黑色变彩色 谢谢你们洪杰明 张华报导 为了当爸妈组成更完整的家 两盖之间都得面临社会的歧视 或承担遗传的缺憾 幸好现在的医学不断经济 有些疾病在产前 可以透过基因探针 事先预防 有家族一团疾病要排除 像我有见证人 其中的疫情病学 疫情重症 还有其他的 夫妻做健康 他也可以做解决 比如说他年纪超过35岁 他可能将来糖质症纪力很大 那我不想说怀孕到一半 你告诉我糖质症 我要痘胎或阴产 那我宁可在直播 到子宫之前 我就知道确定 他不是糖质症 他不是染色的异常 我们以白化症为例 他属于隐性遗传疾病 如果夫妻有待缘 就算是黑头发 也必须透过检测才能得知 我们不是所有的单基因疾病 都可以在胚胎检测 如果说他这个基因 所需要的DNA量很多 你看我们切片的时候 只有三个细胞到六个细胞 胚胎本身不能够含瓜属病 假如说他这个病的基因量 需要很大的话 那我们只能先让他怀孕 十一周再来看健不健康 根据台湾医学研究报告指出 人类有三万多个基因 会造成数千种已知的遗传性疾病 像是唐总的